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藏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梦幻联赛第19赛季 小组赛必回合的第二回合的比赛 今天是第二回合的第一个第二个比赛日 那么今天预计还是给大家来直播两轮BO3 对吧来看一下阵容吧 那么这样比赛SR对战GG GG这边拿出了精灵TS 那这样的话SR感觉大概率是走远了 精灵TS 然后中单这场比赛是放了一个大哥 大哥为的TS 然后中单放的 不对大哥的乌依 然后中单的TS 然后再加上三号位A4的黑弦 然后四号位的一个发条 那么SR里边的阵容是一号为RTZ的TB 然后再加上中单Macky的一个卡尔 中单卡尔 那么三号位是选择了末日 四五号位是老虎加上独狗两个英雄 这样的一套这种体系 那有观众可能会问啊 说这个大哥位的乌依是什么鬼啊 其实大哥位的乌依只是把三号位的乌依给拿过来用 前一段时间也流行过一段时间 有一个队伍啊 也就是其实就是GG 他们会去选择用这个三号位的乌依 那至于三号位的乌依 他强在什么地方呢 很简单 就是这个英雄 他现在的加血这个技能 因为带伤害了 带伤害的话 那么带着小精灵 带伤害带回血 如果再加上法术吸血的话 那么就是双重回血 而且有小精灵在的情况下 蓝量无限续航 那么他就可以形成一个超快速的刷钱 那么无伤的快速刷野 刷远古 刷线 团战的时候 如果对方的爆发不够高 第一波秒不掉这个乌依的话 那么你就再也打不死这个乌依了 只要他能顶得住你的第一波爆发 那这场这个团战几乎输不了 好 感谢威尔老板的20新NZ打赏 谢谢老板 感谢老板的20纽币打赏 感谢感谢感谢 么么哒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在下路这边 TB加上毒狗 来打这个乌依加小精灵 可以说 拿对方的乌依小精灵 是毫无办法 一级TB连变身都已经用了 但是补刀上面只拿到了4-2 对方的乌依加小精灵 到现在为止 这个血量也是保持着非常的健康 而上路GG拿出来的是非常著名的 黑咸加发条的这个二人组 这个二人组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吧 这个不管是在路人局还是比赛局 都是相当常见的一个套路 当然路人局可能见的少一些 因为路人局黑咸登场少 但是比赛局里边 只要有黑咸的局 黑咸加发条 黑咸加土猫 黑咸加这个小强 这都是非常著名的选择了 著名的二人组的一个选择 那么现在在开局 我们可以看到中单的卡尔 现在是11-3的正反驳 碾压了TS 烈士路这边黑咸发育的相当不错 下路这里TB TB有点没搞清楚情况 你这么追的话 我怎么觉得 看看小精灵上有没有先灵火 有先灵火的话是可以反杀的 看这个走势应该是没有 有一个先灵火 有一个先灵火 为什么不选择跟对方打呢 有一个先灵火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反杀对方这个TB的呀 开着加血的情况下 这边吃一个先灵火 那么跟对手的TB去硬钢 不过TB也有一个先灵火 那么这样的话 应该是会 最后应该是会被打成一个两白巨伤 有可能会是TB先击杀掉巫医 然后小精灵再反过来 点死这个TB 大概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情况 从血量上算下来的话 应该是这样 现在这个大哥卫的巫医先不要着急啊 大哥卫的巫医 他的成型是在密法鞋和二级以上的加血以后 就成型了 这边两级的毒 其实这个种毒对于有小精灵跟着的情况下啊 就是毒狗尽量不要这样去叠毒 因为没有收益的 你这样的给对方掉的血 还不如对方攒出来的魔伴回的血毒 这块上路拿到一血 美滋滋啊 黑弦家发条还是厉害啊 恐怖如斯 这里鸡血拿一个离子盾跟着汤 然后A4这块呢 防御兵线没了 防御他在攻击他 但是伤有离子盾 真空拉回来 接着追着汤 那么Cred这块还是成功的逃开了 移速比对方要快一点 大叔昨天我看EG打BC打得很不错啊 对啊 EG和BC现在很强啊 因为他是两个强队 他是国际一线强队啊 两只 他不是两个弱队 虽然是南美赛区 但是南美赛区现在的综合实力 已经可以和西欧 可以和欧洲吧 整个欧洲 东欧加西欧的平均实力 去分厅抗礼了啊 南美现在是一个很强的赛区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这块小精灵 加上乌依 两个人给上诅咒 然后追着汤了一波 不过乌依没蓝了 乌依现在还没有拿到自己的密法鞋 所以蓝量还是有点捉急 上路这块发条 哦呦发条 这个躲剑躲得漂亮 看看给上一个利子盾 吃魔伴 反杀对方老虎 有没有机会 好像是不太行 追一追对手的末日 这个伤害汤末日的话 还是有点太难了 末日的英雄前期血量太高了 那么吃一棵树 顶着你的这个二级离子盾 然后跟你对A的话 他并不是很慌 哦真空再拉一下 补刀加耗血 还是非常的不错 小精灵在下落乌依 目前身上叠了四层 这个第五层没有叠到 那么只能炸一个四层的伤害 这个 其实前期乌依 真的打这个精灵加 呃就是毒狗啊 打精灵加上这个乌依 呃 这个三技能就是叠毒这个技能啊 少用啊 真的少用 你用多了 其实没多的用 你还给对方不停的再去回蓝回血 你要知道给对方回蓝 就意味着给对方回血 这边RTC的TP再次变身 开起来卡着CD开变身 然后强行的去跟对方的乌依 呃 去和小精灵这条线去兑现 这也是没办法 他不这么打的话 前期这个兑现是打不过的 而且现在他已经倾尽了全力 只能打成这样而真正乌依加上小精灵 人家还没有开始发力你知道吗 人家还没有出力你就快倒去了 这里就抢了一个赏金服 看一下齿轮弹的非常的完美 我这个发条真的是修的悲气 这里兜了一圈 哎还能再杀一个小鸡吗 没有 这里再兜回来 还一直在盯着对方的这个小鸡 小鸡看看要不要杀 这个小鸡不杀了 小鸡不杀了 发条这边是兜了半张地图 然后对方两个人没追死 相反发条吃了一棵树 手里还有一个大药 还有六根魔法 回到线上 我还接着能战线 黑弦前期对线这么肥 真是比较少见 这里再接着追 RDZ选择直接给上倒影 反杀德拉乔 这边有点危险 感觉看一下小精灵 帮着卡一二位 可以 对方老虎支援下来 那么两个人在这疯狂的回血 你看德拉乔的这个回血速度 简直像 真的像耍流氓一样 而且这个小精灵 是出了个魂界吗 我的天 那没法打了呀 这个下路 这下路没法打了 TB没法占线了 有魂界 这还怎么玩啊 魂界加奥数鞋 这没法打了 魂界加奥数鞋 加挥不头巾 这个下路的线 现在已经彻头彻尾的 变成了一个 一个对线流氓了 乌依现在基本上 这个加血这个技能 关不关都那么回事了 小精灵里边卡CD 吃魂界 然后乌依里边卡CD 点一把鞋 这个无限蓝 无限蓝 无限血 这里再给上一个诅咒 这波德拉乔 其实打得不太好 我感觉德拉乔的 这个巫医 好像练的没有A4多 如果是A4的巫医的话 我感觉这个TB 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死过几次了 看一下上路 这边非常漂亮的一个墙 TS支援过来 那么Ceveride直接被带走 看到卡尔来到下路 支援一波 强行救 没有救下来 这波是四个人过来 围剿了一下这个巫医 成功的带走巫医 上路那边是 几方的一个 三号位末日被送走 人都入线 暂时2比2 黑弦 全场第一的正反补 卡尔线暂时排在第二 TS排在第三 RTZ的对线基本功 还是相当不错的 35-12的正反补 这个正反补 可以说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对方的黑 对方的巫医 目前只有24-4 我觉得他的这个 巫医小精灵的熟练度 有问题 我觉得他这个熟练度 是有问题的 明显没有达到一个 就是他们的三四号位的 巫医小精灵的这个熟练度 看看这类卡尔的瓷暴 炸出来 然后呢 发条接着跑 身上一直是没有用任何的技能 和任何的攻击动作 所以这波呢 也是保持自己身上的隐身效果 没有消失 躲开对方的针眼之后呢 对方所有的技能全部用光 但是没打死 这里乒乓球再弹回来 毒狗这里关一下 那么身上中着一个诅咒 关出来以后呢 德拉乔还是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击杀 但是现在TS的补刀已经追上来了 呃 巫医的经济现在是2900块 落后TB3200 上路的黑弦 现在是肥的有点过分了 4400多块钱 对方的末日只有3700 这里绕了一圈进来 这个闭锁的效果还有一半的时间 感觉这个无疑应该是没了 对方这里还支援过来一个卡尔 技能给上 那么黑钱节奏被断 TS给上撕裂大地 给一个电 但是队友已经没了 卡尔吹风 瓷暴 消耗一波 可疑也空难了 看看这里乒乓球给上 然后诅咒给上老虎 找个角度给一根剑射中 但是伤害不够啊 这个时候看一下能不能再砸一个双发轻弱 TB的换血换到了小精灵 这里再补上一个盗友 无疑还是没有死 再接着叠毒 第四层能不能毒 叠得上来 第四层没叠到 那就杀不了了 你看到小精灵家无疑这个组合 有多变态了吗 而且他身上还带了一个宁静种子 我的天 这已经彻底 已经彻底就无耻起来了 这里乒乓球给上 然后诅咒 哎呀 这个诅咒跟乒乓球的配合 为什么得还敲的这个无疑用的这么 熟练度好低啊 真的是 这个乒乓球和诅咒 就从来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 康莫过 卡尔这块吹风击冷瓷暴 加上一个灵堪 然后抢到神符 再追 老虎一根剑 射中 漂亮 然后这里再補上一发灵堪 一个平A直接带走 Nice 这个卡尔这样的比赛表现得不错 中路的 下路的这个伊塔 看一下乒乓球 这里丢上去 不行 他这个 他这个无疑用的熟练度确实低 有什么说什么 虽然GD这个队伍 现在可能是世界最强的队伍 他可能是世界最强的队伍 但是他的这个 乌一的熟练度真的不高 当然他们这场比赛打SR 掏之将的阵容 应该也是有意为之 因为毕竟SR的实力 跟GD现在相比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在这个比赛里面 用这个阵容 去测试一下 去练一练熟练度 也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但是即便如此 大家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阵容 他比较无耻的地方 就是这个乌一 在练度这么低的情况下 他的经济打到现在为止 仍然比这个TB是要好 仍然是要比这个TB要好 这里看看发条 宽作 哦呦可以 卡尔支援过来以后 可以成功的击杀到对方的一个发条 但是末日已经被发条给换掉了 换掉了以后 人都是现在来到了3比5 团队经济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小 但是GG这个阵容的发力期 还没有到 还远没有到 他们的发力期 这个队伍的发力期 大概是在 呃 梅肯出来以后 就是乌一他的梅肯出来之后 就来到他的发力期了 他一个秘法 然后呢 TS一个秘法 黑弦这边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秘法 就是三个秘法 一个梅肯 黑弦这边是 没有做秘法 选择直接去做挑战头巾了 打TB这个英雄的话 直接做挑战头巾 也行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无疑的梅肯已经出来了 下一个装备就差一个大鞋了 威尸静甲 等威尸静甲出来了以后 这个抱团 我都不知道怎么杀呀 这帮人 怎么打得死啊 看这里卡尔吉隆给上老虎 一根剑 哎这根剑射中啊 可以磁帽炸出来 直接杀掉对手的无疑 耐死后边被对方包围了 先杀这个卡尔 没毛病 卡尔这个给的吹风不错 独狗关 救一下杜姆大招 给到了TS身上 卡尔能不能杀 卡尔还是死了 临死之间 跑到对方两个人 脸上扔了一个冰墙 来给自己的队友 争取一个撤队的空间 但是发条还有勾 这里勾过来以后 黑弦直接一个允星锤 丢下来 过日被击杀 那么看看Fly的独狗 一个奔腾的TS 追上来 开着大招就往里面冲 根本不需要去放 其他的技能 直接烫死了 这波人头打完了以后 是来到了6比6 无疑虽然第一时间 被对方击杀掉 但是队友在后面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包围收割 拉希克的装备 第一个肯定是要去出血精石 这里看到对方囤的矿 小精灵加TS 加上黑弦 加允星锤 这个挖矿 我的天 这别人抢矿 开着挖掘机来 这帮人直接拿着 炸的炸药就过来了 这矿瞬间清掉 清完了以后 SR在中路抱团 准备去守一下 这个中路的伊塔 但是你的 末日没有大招啊 这里乒乓球 诅咒 然后TS给一个 C-L-T 这波出来 无疑直接插大 独狗被秒 那么末日这波肯定也死了 老虎一根剑打断 但没用啊 还有诅咒啊 后续的诅咒伤害 哦这个组织伤害不够 发条又是一个勾 框柱自己身上 好像没有利子盾 但是问题不大 还是可以继续追 开始这波吹风 能够带走对方的发条 自己能回来吗 好像不行 TS还在追 最后是被TS 技能炸死 那空蓝 空蓝不要紧 秘法多呀 这秘法太多了 这秘法真的太多了 黑弦果然是补了一个秘法 我就觉得这场比赛 黑弦应该要补一个秘法 应该是他一个秘法 然后巫医一个秘法 TS一个秘法 但是TS要拆成雪晶石 有条件的话 连小精灵都可以出一个秘法鞋 就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秘法 加上这个小精灵和巫医的双奶 然后就就愣推 就愣开团 就给你愣推 你只要第一波秒不掉我的人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我就是满血满了 非常非常过分 这里TS都过来 闪电是距离够的 老虎这里两连跳 这里撕裂大地 骗你一下 骗你一下以后呢 知道Crate在骗他的撕裂大地 但是 奎音这边也非常机智 乒乓球给上 诅咒给上 然后开加血 跟上来随便A几下 最后带走 打完以后人都出来 到了一个十比七 看一下这里发条 发条 这里被对方给上一套技能 以后小精灵带着TS 直接飞过来 发条被带走 毒狗关烟TS 不让对方追杀 乌义赶到了战场 这个乒乓球 哎呦 这个乒乓球差了一点点 是吧 距离也没够 乒乓球给上 诅咒给上 直接插大 这波掉血掉的 还是不少的 看看乌义过来以后 好像伤害不够了 没办法 对方直接选择TP回家 还是非常机警的 那么 现在打完了以后 黑钱的经济 来到了8500块 TS现在6600 乌一 6200 还是跟TP的经济差不多 小精灵目前身上的装备 是准备出一个项链 也是非常标配的一个出装 乌一也应该出项链 乌一其实也应该出 乌一这边 现在手里面准备出的是 一个魂戒 一个魂戒 小精灵出项链 TS身上的选晶石已经有了 又继续来挖对手的矿物 天呐 这场比赛 哎呦 GG这场比赛打的简直 我只能用流氓两个字来形容啊 这是什么 什么打法呀 这是 这些老虎的剑 加上毒狗的大招 加卡尔天火 黑钱临死之间 放出来了一个复制之墙 队友能支援过来 完成一个收割吗 好像不行 无意离得点远 发条过来以后 抓住了对手的老虎 弹部冲击给起来 看看 发条手里面 现在是有一个勾的 看这个勾 还是选择去勾了老虎 那么小精灵和TS 那边是被对手的 卡尔给留了一下 吹风给起来 老虎一根剑 躲 哦呦反应好快 毒猫大招给上 乌依要支援过来了 你们哥几个 乌依没蓝 还行 乌依没蓝还行 乌依没蓝还行 小精灵这边连着TS TS表示说 我身上有雪晶石 虽然我中了毒猫 但是有小精灵 跟着我 这个奶 什么叫流氓啊 对不对 这直接就过来打盾了 小精灵加无依 加上TS 直接就过来打出山了 TS开始打招 开着我们吃亮了 这里带着对方的兵线 无所谓 这个时候就是 GG过来打盾 就是告诉你 我在打盾 过来跟我开团啊 对吧 赶紧过来跟我开团 正愁找不着你人呢 我就在这打盾 快来快来快来 对吧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发条在外面 稍微挡一下 对方卡尔进来去 就是吹风的抢盾就行了 好 吹风提前用了 那就没有了 吹风提前用了的话 老虎还在里面 想要去抢个肉杉吗 这里隐形锤给上 Crate应该是准备 在算时间往里走 卡尔给天火 提供视野 但是这个天火炸完了 肉杉的血量还剩一点 看一下Crate 有没有一个 非常精致的抢盾 没有 跳出去 乒乓球 Crate这波 其实已经很准了 时间已经找到很准了 无疑直接插大 老虎一口没肯 给自己奶起来 这波德拉乔的大招 其实给的没什么问题 不过老虎 这口没肯 成功的把自己给救下来了 下路 发条 看看小精灵 带人飞过来 这波TS 能来得及换血 这个 TP能换得少血吗 这波换血成功 小精灵接着奶 小精灵要被A死了 RTC选择一张 精致的TP 但是发现 好像不需要 卡尔支援过来了 TS这波也要死 一个电 想换掉对手 哎 发尔这个吹风 我真是罪了 这什么内间级吹风啊 我的天 这真是内间级吹风 这黑咸支援过来 把Fly带走 哎呦 这个吹风 本来马上就A死了 结果硬生生是吹风吹起来 然后对方TS的这个大招 还在继续生效 把TP给炸死了 哇 这个内间级吹风 太过分了 这个不光是救人吹风 这个他要只是说 把对方救了还好 关键是他这个吹风 把自己的大哥给害死了 这里Doom大招给上 但是无疑提前开血了加血 所以Doom这个技能 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掉血啊 你看那无疑根本就不掉血的 小精灵已经复活了 直接跟着队友一起开悟 支援过来 看看侧面的人 发条 哎 看到了卡尔 直接框住 框住以后 对方好像现在没有推 对狗的这个官兵 不能够把卡尔给救出来 卡尔被对方一个撕裂大地打中 再给人一发吹风 然后离此之间放一个磁暴 炸到对方的TS 但是用处不大 对方现在才刚刚开始 跟你正式玩游戏 就这场比赛 GG这个阵容 现在才是刚刚开始 跟你正式玩游戏 就是跟开局说的那样 对吧 你已经 你已经用全力了 但我还没有出力 GG这个阵容 就是现在才刚刚开始出力 他的大鞋 他的梅肯 他的秘法 他的小精灵 他的技能等级 才刚刚成型 黑钱手里边拿到了笔子 发条身上做的是绿鞋 战鼓 待会做坤之靴 拉希克手里 血精石 加上肉山盾 一个会光 TB 哦 TB还是比较机智的 TB这边连单刀都没做 甲腿 摸隆枪以后 直接就掏了冰眼 来给对方减治疗 卡尔用灵坎来给对方 灵梦来给对方减治疗 中路二塔 轻松拔掉 那么开个塔房吗 应该不开了吧 这个塔房 这个塔房应该不开了 因为知道开了也没什么用 巫医的这个加血 满旗加上项链以后 巫医的这个加血 飞到什么程度 它可以让你的兵线 顶着塔房拆 就是你开一个塔房 我们一般来说 现在塔房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因为它带有了一个 多目标的攻击分裂剑 它可以快速的清掉兵线 然而巫医做出来项链以后 这个玩意是它去开着加血 这个防御塔 开塔房是清不掉兵线的 这里发条 哎呦这个钩它没中啊 这个钩没中有点 有点可惜 老虎是扭了一个屁股 直接跳走了 躲开对方这个技能 现在黑咸的经济 保持在几方第一 全场第二 第一名是对手的末日 SR这样的比赛 其实打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面对GG打了22分钟 他们现在的团队经济 居然是领先的 而且大哥位的经济 并没有落后 可以看一下这里 老虎 对手铁色过来骗 再骗你一个跳 爆发方面的话 SR现在其实还差一个冰甲 他需要再有一个冰甲 加上TB的这个冰眼 叠在一块 可以给对手的治疗 完全给他捡下来 这里这个真假眼暴露了 这个真假眼暴露了 然后看黑咸拉墙 过来直接留住了对手的一个毒狗 这个OB好像没看到 这个被留住的毒狗 毒狗这边是选择被拉完了以后 直接一张TB回家 还是很激情的 拉西哥的下一个装备 这目前还不知道要做什么 刚刚更新了一个飞鞋 卡尔里边又是一个吹风 吹到两个人 杜姆直接过来 大招给上 然后小精灵 大招 把自己 哎呦 被对方打断了 被对方打断了 但是你们两个人追得死 这俩吗 我们问一下 卡尔里边给上一发吹风 还不错 小精灵 连一下队友 其他人支援过来以后 发挑一个勾 勾中对手的末日 PS 山上的杜姆已经结束了 一套技能直接送走 对手的末日以后 这个连 我呦 这个允星锤 允星锤没有看到 直接定住小精灵 被秒 毒狗 关一下 可以 奎音被带走了 无一又没来 对方的TB一个换血 哎呦 GD这样比赛的这个团队 打着团的一个节奏 很有问题 每次无一都不在 这个问题太大了 狼拉乔 这边直接选择 魔精技能开起来 然后呢 再给对方一套技能 但是自己又被A死了 GD这样比赛 这不会打 他不会玩 我看转了 他们 他们真的不会玩 这个节奏 我看明白了 不用说了 我看懂了 他们不会玩 这个队友太菜了 我已经明白了 别看他们是世界第一 现在世界最强战队 没有用啊 没有用 对长战队有什么用 就是不会玩 现在团队精杰SR领先了三天家 那么SR现在就是冰甲 现在他们有人做一个冰甲就好了 看看卡尔这一吹风 急冷 陨石 老虎射箭射中 Nice 这一套技能拉满 再卡尔给上一发天火 小精灵没救下来呀 差了一点点 无一又不在 无一又不在 只要把小精灵回来以后也要死 队友过来去接应一下 看看老虎这根箭没有射中 那应该是杀不掉了 无一又不在 GD这场比赛 现在跟昨天他们打Liquid的那个那个那个节奏相比 差的太远了 真的是差的太远了 现在对于SR来说 他们现在真的就是再有一个冰甲 这场比赛 赢面就会大很多 这个冰甲的话 最理想的是末日出 末日已经在出了 可以 狗狗是在出A仗 狗狗吹一仗的话 没什么问题 魔精已经有了 应该是 已经有了 有魔精的话 直接吹一仗就OK了 老虎这块选择是 开大过来以后 想要抓一下对方的黑弦 黑弦开奔腾 开溜 这场比赛25分钟 GD没有能够上对方的高地 还被对手领先了4000多的经济 几波团战打的稀烂 标准的葫芦娃救爷爷节奏 这种节奏放在职业比赛里边 应该属于是 不应该出现的这种 这种低级的错误 现在TB的经济已经反超了 全场第一 RTZ还是能刷 RTZ是真的能刷 TB目前大推推 假腿加上一个冰眼 下一个装备补BKB 那看一看GG的这一波开团 人齐吗 这波人倒是齐的 但是对方一个扫描扫到了 夜眼这边一个扫描 就扫到了他们的人 这样的话扫到人上路的卡尔 就直接开始带线 给扔出来火热 放个技能 把兵线一清 然后上路的伊塔直接带掉 其他的队友在下路撤退 而且在优势路这里 还做了一个线 乌伊这个技能 就是他前期对线的时候 从他放乒乓球和放诅咒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就明显是没练过 真的特别明显的没练过 乒乓球和诅咒这两个技能 一般来说 如果对手是近战英雄的话 你可以弹一点 你可以弹一点 先给诅咒 再给乒乓球 在对方脱离远程兵的弹射范围之前 弹到对手两下 然后加上诅咒的伤害 加上这段时间 你平A的伤害 如果这场比赛 对方是一个远程的话 那么你就往后拉对手 然后给乒乓球弹 先弹乒乓球 再给诅咒 少一段弹的伤害 但是呢 也可以让他形成一个有效的击杀 但是前提一定是要在你 给到诅咒以后 你要给伤害才行 你光给诅咒不给伤害 这个诅咒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前击对线能看得出来 熟练度非常的差 后期的 然后中期开始的这个团战 那明显能感觉得出来 GG这个队伍 他们也是在 就是他用的是巫医 但是他用的 其实不是巫医应该的 一个站位和节奏 他用的是小鱼那种英雄的 一个节奏 你明显能感觉到 他如果每次过来参团的时候 他来的那个时间 就是他开始往战场赶的 那个时间 如果他用的是一个小鱼的话 他来到战场的时间 应该是刚刚好 可以形成一个完美收割 因为小鱼移速快 机动性更好 但是他拿V1就不行了 V1这个没有腿 这个英雄移速太慢了 现在TS加小精灵 两个人在对方加的野区刷钱 团队经济已经是被SR 拉开到了8000家的一个差距 三大哥的经济现在都非常好 不过话说回来 SR即便在这种局势下领先着8000家的团队境界 然后人头已经实现了一个反超 仍然没有能够在地图的控制范围上面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这一点上来说的话 SR还是 可是信心有点不足 说实话 明显能感觉出来信心不足 这不过这个肉山盾打不了了 这个肉山盾是打不了的 这个肉山盾要硬打的话 对方肯定是敢接啊 我刚接赢了两拨团 这个肉山团我肯定敢跟你打 我现在技能是全的 SR里边技能是全的 没有任何道理说 我这个时候不跟你开这个肉山团 卡尔一发天火 进来看一眼 老虎这里再给上一根箭 这个站位这打完了呀 你们这 哎呦 SR这个是真的没自信啊 这个团打的 Doom手里边有BKB 有大有兵甲 然后TB这边有兵甲 有BKB 有大推推 好看一下Doom大招给到黑咸身上 乌一再疯狂的带奶 但是这个乌一好像扛不住 魔晶技能开起来 对方还在贴 这个时候TS呢 TS怎么又不在呀 TS又不在 每一波团战都得少好几个人 这一场比赛 TS是什么时候回去的 打完肉山就回去了 看一下 这波这个TS 队友那边打起来以后 TS这块过来以后 给了一个撕裂大地 然后直接就KBKBTP了 觉得正面团打不了 直接就KBKBTP了 也行 也可以 那这波的话 就是团队的决策 就是让他撤 保他一个盾 团队的决策 就是去让TS直接撤了 黑咸第一时间吃杜姆 然后乌一开关了魔晶技能 给到了乒乓球 TS的位置也还可以 发条也没有第一时间教技能 其实这个团战 从GG的角度来讲的话 接和不接都可以 他不接的话也没问题 选择不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发条再准备去出A仗 现在SR已经把团队的经济 拉开到了13000的零先优势 SR这场比赛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真的打得相当可以 而且GG在拿着这套阵容 他明明应该是一个 20分钟结束比赛的这种 现在拖到30多分钟 对方有冰岩有冰甲以后 你的治疗对于对方来说 就已经可以当作不存在了 真的可以直接当作不存在了 冰岩可以直接给你降低40%的治疗 然后冰甲是一个光环 给你降低25%的治疗 你的这个治疗 在这两个东西叠到一起以后 就可以完全当作不存在了 而且卡尔山上还有一个灵梦 魂之灵梦这个东西在贴上去的话 就只要被贴了魂之灵梦的英雄 他没有能够驱散的手段的话 那你的回血就不存在了 没有回血 治疗回血都是不存在的 GG这时候选择一波三人开悟 那无一加上黑钱加发条 三人开悟 小精灵带着TS随时准备飞 非常标准的一个游走的一个方式 但是他们兜过来的时候 SR集体选择回到了高台上 卡尔卡尔这块急冷 一个陨石炸上来 然后跳刀开溜 小精灵连过去 卡尔选择一张机智的TP 这一块走了 又没抓到 没抓到的话 SR应该是可以考虑一波开悟了 没有个悟 他们选择是老虎开大出来 在正面去留人 看一下有没有繁衍 没有繁衍 没有繁衍 杜姆大招 但是杜姆有点脱离自己的队友阵型 发条这里直接选择给上一个勾 然后飞起来跑 直接被A死了 这个没办法了 发条这波如果要接的话 可以买 小精灵的大招想救人 没有成功 那么自己传回来以后 连一下没有被打断 还好 这个团的话 GD肯定是想接的 因为现在我有盾 你没有杜姆的大招 我这个时候肯定是想接一下 这个团 但是SR也没有漏给你机会 SR直接选择回撤 直接回撤 然后凯尔去下路带线 凯尔现在手里面 跳刀 点金 BKB 飞鞋 灵梦 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的是灵龙心 巫医这场比赛 出A杖 肯定不行 A杖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场比赛杜姆 对面有杜姆 对面有杜姆 有毒狗 有卡尔这些技能 你出A杖 在后边打输出 这个不现实 你打断 你这个英雄都彻底没用了 他出治疗装 没有错 只是他出完治疗装以后 他们没有去按照治疗装的打法打 他们在游戏的中期 一直在送 而且每一次都是无一不在 队友跟那儿 二打五 三打五 四打五 然后无一跑过来 再送一个人头 这场比赛 它是 它是节奏打法完全不对 早抱团 早结束了 这场比赛 他们就一直不抱团 现在对方 减治疗的装备 已经齐备了 在减治疗装备 齐备的情况下 你再去做这个 你再 你再去做这种 任何的治疗装 或者其他的装备 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对方现在的减治疗装备 已经不能被驱散了 把冰眼和冰甲的光环 你驱不了 这个东西 无限的往你身上 蓄的一个玩意儿 就是老虎一波 开大招 往上走 上路这两个人 是被对方的眼看到了的 这里 TS直接被抓 杜姆大招给上 一个阎刃给张雀 那么这波TS没了 TS没了 八条再接着往回带 那么看看能不能躲开 对方的追杀 再开个魔精技能 飞起来 那么对方应该是不追 这个八条了 这个八条还是难追 说实话 如果这里再给上一个毒 没有兜到 那么巫医加上精灵 两个人在中央刷一波线 BKB呢 可以抵消掉吗 没用 你这个时候出那些东西 已经就没有用了 因为他们已经 他这个阵容的强势期 或者他获胜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他能够获胜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巫医这家小精灵的强势点 是在他的巫医 这个伤害还有效果的时候 现在他这个伤害 对方已经完全被忽利不计了 巫医这块给上魔精技能 小精灵直接大招带飞回去 可以 开着绿杖 没有让对方拿炎刃打断自己 现在经济给谁都不太重要了 小精灵这边自己回来 接下来就是看这样比赛 SR什么时候上高 SR他们准备在什么情况下 准备去上高 其实从经济的领先优势 装备的 以及装备对于阵容的 一个影响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具备了 直接上高的能力了 这里看一下 一个finite 这个勾没有勾中 黑贤再给上一个拉 然后巫医给上大招 打一波 再加上一个普通一拳 TB果断跟自己的队友 一个换血 TS 扬刀上来 撕裂大地 打中 毒狗这个关救下来了 大招给到开始BKB的TS 这个时候出来以后 RTC直接BKB 变身反打 冰眼留住 你根本买不上来 巫医只能开始BKB 往回走 黑贤这里是开BKB 转身普通一拳 还想杀RTC RTC这个位置的血线 确实是有点被打得低了 黑贤再给上一个拉 再给一个普通一拳 利用TB的幻象 来疯狂输出TB 无疑开始加血 这个时候加了不少 RTC血量很低 但是打不死 那应该可以G了 应该可以G了 这波应该是可以G了 这里否决直接给上冰眼 黏住 发条一个勾 找一下野怪 勾走 老虎一根键射过来以后 并没有准备野怪挡了 但是问题不大 队友还在追 这块最后是 被Maggie拿到人头 这波打完以后 SR领先了 21000的团队经济 好 第一场比赛 应该是SR获胜了 太好了 终于有人出来制裁一下 这个GG了 让你天到晚瞎玩 SR SR现在 TB身上 否决加冰眼 加上大推推 假腿BKB 无疑的 这个中毒高地 居然没破掉 没有变身以后 SR打的还是非常的 谨慎 非常非常的谨慎 无疑下一个装备 要做的是林肯 选WD打一是瞧不起人吗 不是瞧不起人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套路啊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套路 只是GG没有把这个套路打好而已 这个就好像当年 人家用小精灵打一号位 你觉得小精灵打一号位 是不是也是瞧不起人 但人家拿这玩意 能拿世界冠军啊 能拿天爱冠军啊 他不是瞧不起人 他只是在试这个套路 但是没打好 仅此而已 我会把这个套路打一号位 是什么 现在SR选择过来打一波肉山盾 这个是三大肉山 看看谁杖的吗 谁杖的 太好了 让TP可以踏着之 拿一个一杖 多一个变身 容错率一下会高很多 看看这里 塔尔一发吹风瓷暴 这个吹风瓷暴 瓷暴给咋了 肉山团的话 TP的这个变身时间 LTS直接开BKB 吞进来 被TP又A死了 发条给上一个勾 TS直接被秒 没能够打过 那没了 那结束了 直接打完肉山盾 小青灵抢到了盾 TP拿到了A杖 乌依这个时候 选择BKB 插一个大招 但是这个乌依的大招 打TC其实不掉血了 护甲太高了 末日上来 再给一发炎刃 留住对方的乌依 再接一条踩 队友和接 带走了乌依 RTC完成一波三杀 毒火又留住了对方 支援回来的小精灵 小精灵也被一轮骑射 直接打死 RTC完成疯狂杀戮 虽然你拿的肉肉山盾 但是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我给你这个盾 TP里边已经拿到了A杖 有恐怖心潮了 待会拆高地头 开个恐怖心潮 一样有变身 这样就可以G了 这样就可以G了 通路高地高破 这边居然还得坚持 没有这个补 看就没有这个比药了吧 已经差四万经济了 马上就 乌依这边 乌依这边乌依给上 炎刃给上 然后恐怖心潮一开 直接秒掉这个乌依 乌依直接被秒 OTS上来以后 被对方杜姆加仆 绝小精神连着没有用 因为回不上血 治疗 治疗是逮不起来的 这个时候 看黑钱 直接给上一个真空 拉墙 拉墙完了以后 并没有留住人 老虎一根线射过来 躲开 可以 阿布鞋 他说TB为什么出MKB TB为什么出MKB 这个无所谓啊 这个时候他出什么都无所谓了 对方并没有人出闪避 他出MKB的话 他出MKB应该是为了降低自己的幻象战斗力 降低自己的幻象战斗力 这边直接A死 因为对方有黑弦的不值强 有黑弦的A帐普通一拳 如果他出的是纯属性装和暴击装的话 他的这个幻象的战斗力会太强了 他出MKB的话 MKB的所有属性幻象都不继承 就继承个攻速 但是呢 额外的攻击力和额外的出发特效 都是不继承的 所以他出MKB对于队友来说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对于他自己来说的话 伤害能提升一些 幻象的输出低一点 低一点就低一点了 能够少给自己造成一点麻烦的话 会更好一点 好了 我是桑王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我感觉今天这个第一轮比赛 加班是加定的呀 好了 下场比赛见 么么大